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黄景瑜 合作班底重合 恋情瓜再度引发关注 近期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恋情瓜在网络上 闹得沸沸扬扬 有网友发现两部作品的制作班底惊人的相似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难道黄景瑜真的为迪丽热巴引来了资源 带着这些疑问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下 首先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都是娱乐圈中的佼佼者 两人在演技和人气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娱乐圈中 资源是有限的 演员们为了争取到更好的角色和资源 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那么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不寻常的关系呢 事实上 两人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之前的电视剧爱情高级定制 在剧中两人因戏 生情 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火花四溅 之后 两人又合作了多部作品 这些作品制作班底的重合度让人不禁怀疑 难道这是巧合吗 更有网友发现 迪丽热巴参演的《安乐传公诉》等作品 都与黄景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作品都是在两人恋情被爆出来之后 迪丽热巴接下的 这不禁让人猜测 难道黄景瑜真的为迪丽热巴引来了资源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轻易下定论 毕竟 娱乐圈中的关系错综复杂 我们不能仅凭一些表面的现象就妄自揣测 但是 我们也不能否认 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略迪丽热巴在事业发展上的困境 作为一个90后小花顶流 她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如果能够借助黄景瑜的力量 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助力 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那么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究竟是否存在不寻常的关系呢? 或许这个问题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给出答案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 毕竟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的行业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追求 而我们作为观众 更应该关注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而不是过多的猜测和揣测他们的私人生活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吧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订阅